人家这是演员跨界出书 而接下来这位跨界也是非常的成功 就是刘璇 刘璇当年是奥运明星 现在成了一位成功的艺人 这是在运动员转型做艺人的当中 比较成功的一位了 现在刘璇又有新戏开拍了 在当中他扮演的是一位特警 看这造型 英姿撒爽了 其实我的人生的第一个梦想是当警察 但不小心去练了体操 也一两不小心拿了冠军 看刘璇这身打扮 再加上行军礼的动作 是不是还真有一点特警的样子 此次他主演的电视剧 穿警服的那些女孩 是根据真人时事改编 剧中很多戏份都需要演员 真枪实弹的执行任务 开拍前 演员们都进行了大量的专业训练 而这对练体操出身 并拿过奥运会金牌的刘璇来说 就占了不少优势 他们像脱领都是训练了三年四年 才可以上那个绳索这样跳下来 但是那天我第一天的时候 就已经做了这个动作 这样的一个功底 应该是说还是归功于我在体操的身手 这体操功底够后身体素质好 为刘璇演一名特警提供了不少帮助 但与此同时也给他惹了点小麻烦 其实对我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因为我在里面其实是扮演一个 比较男生的一个这样性格的女孩子 所以可能我像我们以前连体操 都是要比好优雅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可能这些东西可能会要去 抛弃他一些东西 然后去重新去换位思考 包括我的形体的走动啊 这形体上的习惯或许可以在拍戏过程中 慢慢改正过来 但接演这个角色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难题 那就是档机 因为早先刘璇就定于年底 将与老公王涛补办婚礼 可这新戏十月份刚刚开机 那么婚礼的筹备是否会受影响呢 跟剧组正在协调时间 希望不会在我人生大事上有什么样的闪失 对 那婚礼都是老公在办吗 你就没办法 嗯那个远程操控吧 远程操控对 还准备到什么地方的活儿 我都不知道 咱们共同